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她长得很美 这时 西女从书房里跑了出来 对滚滚而语了两句 又进了书房 滚滚看着她描的那幅单轻 确认画上是凤九的字迹 滚滚看向西女 这也可穿过时光吗 嗯 我娘亲倒是说过 会有这样的连接空间 但也要看机缘 我去喊东华爹爹 帝君和连颂被西女给拉进了藏书阁 滚滚看向帝君 我娘亲写的信 你娘亲才刚会爬 西女拉了下连颂的手 是几万年后的凤九娘 帝君走进那幅画 上面果然有潦草的笔记 东华夫君那个 第一眼 你肯定觉得我写的字很丑 对吧 不过 不用在意 几万年后 你会觉得我写什么都好看 从画上看 你们回到了我刚出生的年代 我见到画时 你们走了一个时辰 成余说你会取代原有的帝君 没记忆 倒也不重要 咱们儿子滚滚从小沉稳 听他的就行 这个年代你应该没事干 多陪儿子 这很重要 去青秋时不要吓到我爹娘 不要做过分轻易的举动 不要给我洗漱 我会害羞的 成余说西女法律需要时间恢复 也可能会回溯到别的年代 不管在哪里 都不要和那个凤九吃紫薯饼 切记 不然你回来永远没紫薯饼吃 三个孩子都好 白旗最开心 悟念 亲亲你和滚滚 又滚滚照顾好你夫君 刺得上面还按了一只狐狸爪 帝君看过几遍字 又看画上的凤九 脑海里一个顺势活泼俏丽的红衣女子 便出现在眼前 连颂凑过来 我看帝后写了什么 帝君挡住 都是说想我的话 又道 你那边写了啥 都是想我的话 滚滚和西女队看了一眼 偷笑 陈玉写的是 不想挨揍就少勾引现在的他 而且凤九也没写想帝君 帝君盯着字许久 问滚滚 紫薯饼是什么饼 我很爱吃吗 滚滚人来见他父君生命或者不开心时 经常跟他娘亲闹着要吃紫薯饼 好像吃过后 他父君的心情就好了 大概父君爱吃吧 能治病 几万年后 我的身体不好吗 嗯 你爱晕 总晕 连颂看着话道 四个孩子 想来你身体康健 帝君没再问 可他觉得吃紫薯饼这句话 好像很隐晦 还需要破解 还有他夫人说的洗漱问题 小凤九在太成功时 帝君怕公额弄伤凤九 都是他亲自给洗的 我要给夫人回信 你们先出去吧 连颂走到话的另一端 我也得给小玉写信 父君 我在看一眼娘亲写的字 滚滚看向话 奇怪 娘亲写的亲亲你和滚滚 怎么没有滚滚了 帝君一脸平静地道 眼花了吧 是亲亲你 父君 你做了手脚 我是大人 不会 连颂在话的对面 笑得顺势开心 我记得你们刚来时说过 他三岁 滚滚和西女出门的时候 听见帝君很真诚地问连颂 你知道吃紫薯饼是什么意思吗 听西女说 他做饭都是跟帝后学的 想来几万年后 你最爱吃地后做的紫薯饼 嗯 小白做啥都好 滚滚和西女从书房离开后 帝君看着话发呆 连颂看着帝君笑 帝君此时有些困惑 听滚滚的意思 自己和夫人在未来是琴瑟和鸣 非常安安 有四个孩子也可证明这个问题 可怎么欣赏 并没有感觉出来夫人想自己 看着画上的大小凤酒 帝君感觉现在想的是青秋的小白 对未来的夫人是好奇 想到小白 暖流永金心房 帝君唇角也挂了笑意 抬头看见连颂正钉的自己笑 我对你没感觉 又道 你想现在的成郁 还是几万年后的成郁 这是个奇怪的问题 如果可以我哪个都想 连颂是天族有名的花花公子 过去的岁月 身边美女无数 再凡是何成郁又曾有肌肤之亲 前爱之事自然最懂 可前爱仪式于帝君来说 如同看妙华镜里的朝代更别一样 不过是过眼云烟 她第一次去青秋 是好奇 是觉得小白既然是自己未来的夫人 那就要待在身边 可初见的那一眼 一颗沉寂的心就为她变开佛林 藏她于花海之中 画上的夫人很美 看着很亲切 可也像是隔着几万年的时光一样 一定要选 我想几万年后的成郁 连颂打破了沉默 又坏笑了吓到 能做的是很多 那时成郁一定对我很温柔 温柔 我怎么听心女说 你经常被赶出寝殿 连颂戏谑的声音 这个你不懂 打是亲骂是爱 你没体验 我要给成郁写信了 帝君又看向画上的字 不要和那个凤九吃紫薯饼 切记 不然你回来后永远没紫薯饼吃 这句话很亲密 还带着点醋意 想到这里帝君觉得 甚是想跟未来的夫人聊聊 提笔给凤九写信 小白夫人 小白妹妹我的字很好 人也很英俊 你应该也觉得我哪里都好的吧 你现在会爬了 哦 会叫我哥哥了 我天天和滚滚在一起 刚打仗回来 他很好 我非常喜欢 你生的很好 想来我那三个孩子也是很优秀的 白衣上神和夫人甚是沉稳 只摔过一个碗 你爷爷奶奶都好 不过我给你洗过澡了 你玩水的样子甚是可爱 我给你穿了紫色的肚兜 最重要的事情 紫薯饼是什么饼 既然是吃的 为什么不能吃 又怎么吃 我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神仙 可否详解紫薯饼的吃法 亲亲你和三个孩子 哦 我那个最开心的小儿子 他的亲亲就转给你了 两个人写好信 彼此取笑了一顿才走出书房 听见膳房里传出开心的笑声 透过木窗看见新女正在坐高 滚滚一边包莲子 一边陪她聊天 一会滚滚伸出手帮新女擦脸上的面粉 她淘气的把粉涂在了滚滚的脸上 两个孩子笑闹着 连送喜悦地道 这真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我和小白也是 连送笑咪咪地道 你们不该是 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已老 哦 彼此 这时 就听新女对滚滚说 东华爹爹不开心时 喜欢吃紫薯饼 我爹娘最爱吃莲子糕 可爹爹不开心的时候 就拉着娘亲陪她去种萝卜 我看菜地里一个萝卜都没尝出来过 滚滚吸血的声音 可能天宫的土地 最适合种核桃 挖鱼糖 挖坑 两个孩子开心地笑了起来 种萝卜 连送看看自己鲜成不染的白锦龙文靴 又看看修长的一双玉手 不解得对帝君道 我为什么要种萝卜 几万年后我是受了什么刺激 连送又向书房走去 你干吗 我要再写信 问问成郁 几万年后 我为什么有这么俗气的爱好 帝君自言道 紫薯饼 萝卜 难不成几万年后我们都很饿 清风一阵 空气里飘荡着甜丝丝的香气 帝君推开了上房的门 觉得这两种食材 他要好好的研究一下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两种食材 拓 boyfriend 我们下期判 照粉 可